大家最近在上網時或是跟朋友聊天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越來越常看到或是聽到誰誰誰 在哪個遊戲裡又科金了呢 欸這個科金是什麼意思啊 現在就讓小賢來告訴你吧 科金一詞源自於日文的漢字 念法是卡金 也就是收費或是付費的意思 如果換一個說法 其實就是台灣網路遊戲行之有年 玩家們都很熟悉的收費商城啦 不過隨著近年來 Onlight以及龍族拼圖等日式遊戲的走紅 科金也越來越常出現在台灣玩家的日常用語 並且廣泛的應用在許多遊戲之中 尤其是現在許多線上網頁還有手機遊戲 都不用花錢就能夠玩得到 遊戲當中的商城都會在遊玩次數 或者是道具格數量等各項功能當中做一些限制 要玩家花錢 也就是科金之後才能夠擴充 隨著遊戲類型的不同 還有加速練功或是幫忙衝裝的道具 甚至是帥氣又強悍的稀有武器裝備可以購買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遊戲 把一些寶物以轉蛋或是抽卡之類的形式來包裝 想要拿到好東西的話 不只考驗荷包 更考驗著玩家的人品喔 欸 這個人品指的可不是什麼人格品性 玩遊戲時所說的人品其實就是運氣的意思啦 不管是科金抽卡或者是在遊戲裡打怪刷寶 玩家們最希望的一定都是自己可以人品大爆發 獲得那些夢寐以求的稀有寶物吧 所以啊 有時候想要獲得神裝 考驗的可不只是你的荷包有多肥 技術有多好 人品的高低才是最大的關鍵 想要有人品大爆發的好運的話 玩家們除了平時做燒香拜拜之外 記得也要日行一扇多福老奶奶過馬路喔